获得茶业竞赛特等茶王奖殊荣 一直致许多茶农努力的目标 而茶农苏有株苏田奥父子 继过去三治荣获之后 112年度 永龙凤凰社区办理的洞顶茶区 优质传统洞顶无龙茶竞赛中 他们也在致茶年 春冬两季特等茶王奖的殊荣 让地方各界称赞不已 其实在致茶的部分 其实是真的就是要天时地利 也要人和 今年的冬茶又受到 9月10月的雨季的影响 然后就比较多雨 所以说在致茶的方面 在着重日光尾雕的部分 要稍微注意 今年在致茶上面 我们是遵照传统的制成 其实在发酵度跟搅拌的部分 我们会注重 然后培火营造出来的 那个培火箱跟发酵箱 其实都是受到那个主审的青睐 所以今年真的很高兴 也很荣幸 能得到这个特等茶王奖 投入茶产业耕耘多年 能有这样的好成绩 茶农苏听药心中也是满怀感谢 并表示会持续努力 攀连去这样的好成绩 然后首先也真的是 谢谢我的家人 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及我的小朋友 大家我们共同一起努力 当然我的伯父 我的前辈 茶业的前辈 一直在提西 然后互相共同 把这个茶叶的部分 把它发扬光大 然后后来看能不能再继续 再传统 再去努力 看能不能继续得到夹击 渡谷香多场茶业竞赛 都为地方茶产业发展 带来效益 先女女号肯定茶赛的办理 也恭喜苏家父子 参与其中的好表现 我们的苏友珠 苏婷瑶父子 那在这次又得到了 非常厉害的一个殊荣 包括我们凤凰的 这次的一个茶赛 那包括鹿谷农会 连聚四连霸 在地方传维美坛 那我们的乌龙茶 洞顶乌龙茶的发源地 就是在我们的鹿谷香 那我相信 在这样子的一个比赛竞赛 也可以让我们的鹿谷的好茶 有最好的品质 那同样的 也未来为我们的茶香 为我们的好茶 能够持续地打开知名度 让许多的外面的好朋友 如果可以来南投 一定要来我们的鹿谷 买我们的洞顶好茶 议长和正锋 恭喜苏家父子 参与茶赛成绩表现亮眼 也相信地方茶产 也在各家茶楼 不断努力经营之下 一定能有更好的发展 记者卢凯鹿鹿谷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